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最近把我的华硕X299黑苹果机型改为2019Mac Pro 真的让我吃尽苦头 常常是让我剪片剪到一半,会断电自动重新开机 真的快让我抓狂了 但也很奇怪,设定在iMac Pro就没有问题也非常稳定 偏偏是设定在2019Mac Pro机型问题最多 我想可能原因在设定黑苹果到2019Mac Pro 都会遇到记忆体报错问题通知出现 这通常我们都会放一个插件来忽略报错问题 经过我上网查到可能让电脑不稳定会重新开机问题 就是记忆体没法正确辨识插槽位置 造成在读取记忆体暂存内容不正确 就会重新开机挂掉 因为在2019Mac Pro的记忆体插槽数总共有12支 而我们一般在安装黑苹果主机板大约是4支插槽可用 高阶等级X299主机板最大是能插到8支记忆体 我还很天真想 如果把我手上多余的记忆体全部插好插满 搞不好就可以克服这记忆体报错问题出现 但结果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开机一样报错白忙一掌 完全没有捷径偷懒方法可走 所以我今天来教大家如何修正好这记忆体报错问题 把每一支记忆体制定到自己该去的位置上面 那我们开始吧 GO